每天做五题,英语没问题,来看第一题 There are two pictures of the world 墙上有两幅画,应该用哪一个介词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墙的表面用on 现在墙里面我们用in 这里我们的画一般怎么样贴在墙的表面上用on There are two pictures on the wall 第二题,He runs as you 他跑得和你一样快 这里考察的是什么内容? 考察的是as跟as的用法 as,as呢,它中间加的是形容词或者是副词的原集 然后呢,我们这里考察的是一个动词 就是动词呢,应该用哪一个? 应该用副词来修饰 所以呢,比较急我们画掉 quick呢,是一个形容词,它不能修饰动词 所以呢,要quickly才可以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a He runs as fast as you 第三题,How are you? 12?你怎么样?12? 这里问的怎么样?应该是一个年龄 对吧?How old are you?12?12岁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c How much呢?问的是多少钱 How many?问的是数量多少 在后面呢,都不对,因为它跟的是are you? 第四题,Where is Jim? He has England Jim在哪里?他去了英国 去了英国说明人怎么样?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去了某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用has gone to has gone to就是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has been to呢,是人去过那个地方已经回来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选择的是b Where is Jim? He has gone to England 第五题,Please put the map on the wall 请把这张地图贴在墙上 这里应该用到哪一个阶层呢? 欢迎口随便在评论区里面 留下你的答案 点赞,关注爸爸老师 英语一几半 叫做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